市民休息 要先帶大家來關心農業方面的消息 和疑問六甲鄉以及六甲鄉的技術販賣和奢価販賣 因為當期都沒有落後 無法發揮 冷氣 修正的進行 造成農民的損失 23號月報 農委會主委但決定在管長王仲良 立委副議議 六甲鄉鄉有受益 六甲鄉鄉但傳染上人的被動之下 先前往六甲鄉鄉賺販災 只會到六甲鄉了解作物修順的進行 台南区農家庭補助婚長庭 有添影在現場說明 今年一週因為欠佛貨罪 都是無法發揮的大藏修順 劉美產也因為在此無法正常發揮 生長不如意義 部分的產区只有一片大陀 農委會主委但決定表示 今年大行嚴重 改觀三郎最多的 藝術給米 切割給米 債順程度已經達到百分之二十 符合到現金救助的標準 嘉義縣生產硬質玉米跟青棵玉米的受損 那提供給我們 那這個都超過20%的這樣的一個損失 符合天然現金災害救助 那回去下禮拜 農委會會第一時間來公告 那這邊要特別說明 只要是符合我們種植這些青棵玉米 那獎勵金六萬塊一定都是照給農民 但是有天然災害損失的部分 那可以領一萬六或者是一萬七百塊的 那我們公告以後 歡迎所有的農民到我們的鄉鎮公所來申請登記 那我們會盡快把這筆錢撥給農民 比較重要的是未來在下半年跟明年上半年 我們所有的可能的乾旱的因應措施 包括精準的滴罐節水措施 農委會會在最近這一兩個禮拜來宣布這些措施 那現在初步起來大概差不多在57公頃 那這裡面大概除了1米外 當然還有大概2公頃多的木草 都有這樣的相關的這些問題 那這些會整了以後 那我們會按照這個天然災害救助辦法 那會報農委會 那會發相關的這個救濟金 那我們希望所有的農民不用擔心 那只要你是在這樣的一個 因為種植 因為缺水而造成這個問題 我們你們承報了以後 我們一定會做 按照相關的規定來做處理 一堆貨水就沒有啦 我們家裡是這上是我們這次 有幣的生產的一個最大宗 除了一族之外 事實上在鹿草跟六角箱 都是生產玉米的一個密集的地方 那主委在兩個禮拜前 已經有到益竹 而且也當場有請這個農改廠這邊 去看這一次損害實際的原因 那目前分析起來 大概跟這個雨量不足 有相當的一個關聯性 那所以這一次在針對六角 那以及益竹 那以及鹿草 我們這三個鄉鎮的玉米 然後來做一個通盤的一個檢討 該官政府農入處在核地 玉米的損失經營以後 隨著啟動相關的作業 以天然在海現金 救助辦法 月值玉米每公斤補助一萬六千塊 切割玉米每公斤一萬七百塊 並強調 農作物受大限的損失 繼續獎勵金每公斤六萬塊 優安時照相發紅 農民的觀念 不會因為天然在海里尚順 世信新聞削片董 六卡鄉 六超鄉 蔡翁博德 封面 臨以降 大幅 大幅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主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主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主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